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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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終於送來了 從美國 飛過來 今天要來介紹這個 Super 73 的配件 好 那我就直接打開 給各位看看它是什麼 它的包裝太酷了 我一定要近距離給各位看一下 好的 我們現在打開 從外盒上我們可以看到它是 ERVBASKET S2 FOR S2的籃子 是由ERVLABS 這家公司所推出的自行車 車籃 我記得這款籃子它的外箱 其實這應該是箱子的外面 可能是因為要寄送海外 所以它把這個箱子翻過來 我是這樣拆的啦 因為我看別人這個箱子都是朝外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很酷的一個環洞材喔 把一張紙然後切成這樣 波浪的感覺 很像蜂巢狀 非常的酷 好的 把它拿出來 為什麼裡面還有一包餅乾 這是老闆請我吃的嗎 太有趣了吧 那同時有附入安裝零件 然後以及一些墊片 好的 在這個箱子的內部 它有安裝方式喔 它是把它印在這裡 那等一下我就參考它的這個步驟 直接來進行安裝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先來看一下這個車籃喔 它的材質是鋁合金的 非常的堅固 而且很輕巧 比我想像中輕非常的多 它有兩種塗裝 好 第一種是 259美金的Port code 好 算是霧面粉塗裝 第二種是299美金定價的LINEX 世界上非常強悍的一種 這種保護塗裝喔 可能你的車爛掉了 你的籃子還沒爛掉 那我是買這個259美金那一個 因為不便宜 新來比要7000多塊 在含運費 稅金就 你也知道 又是一筆非常大的開銷 那這個車籃呢 它的外景設計非常特別 你看 有人有角的喔 真的是不會非常呆板喔 那再來它的設計是 一邊高 一邊低 設計非常的酷 當然最大特色就是 從旁邊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MONEY系統的固定槽 你可以自由的去掛載你的配件 或你的手拿包 同時它這邊 也附了一條彈力繩 避免你的貨物從裡面掉出來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安裝這個Urban Basket 好 首先我必須把我的製背架給拆起來 因為這邊要裝車籃了 所以會有一些底觸 先把它拆掉 好了 拆起來了 好的 我們現在先來固定 它提示我們必須先把兩個這個 橡膠墊片呢 放在這兩個安裝孔上面 接著再把我們的籃子放上去 對應這兩個孔 這個滿不好拍攝喔 接著它這邊又有一個配件 然後要我們把它墊在這個孔那邊 最後再把這個螺絲轉上去 好 這樣子 轉上去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安裝這個車籃呢 基本上不需要透過任何的工具喔 其他總共有四個鎖孔也是這樣做 好的 接下來換前面 然後我們這裡一樣 要使用這個厚的墊片 墊在下面 然後螺絲 這個螺絲從籃子裡面往外穿 穿過 OK 好 這樣 看到沒 就是這樣 然後稍微鎖上去 OK 我們不用鎖太緊 因為 還有第二個螺絲也要鎖 好 這樣你這樣安裝起來就好了 底部有一個橡膠墊片 然後中間也有一個固定墊片 最後螺絲再轉進去就好了 好的 我都安裝好了 固定起來就會像你現在看到的這樣 它就會藏在你的車子裡面 而且呢 非常的堅固喔 那它到底有多堅固可以 試給各位看 你看喔 我可以把整台車抬起來 你就知道它這個籃子多麼堅固 好的 那有了這個車籃真的非常方便喔 比如說我要出去寄個包裹 我就可以把包裹放這裡 再大一點呢 也可以 也可以放進去 非常的不錯喔 或者是小朋友的書包 如果要接我小孩上下學 書包就可以放這裡 那如果你有些小零件 或者是一些維修工具 你可以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從裡面 然後這樣子出來 再扣回去 這樣就非常的方便喔 你的東西就不會輕易的移動喔 什麼東西你都可以把它擺上去 好的那一定有人很好奇 就是裝了籃子之後 到底會不會影響你騎乘這個自行車呢 當然是不會的喔 因為它籃子的寬度呢 剛好跟你的這個車身差不多寬 那你的腳踏它剛好避開 所以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影響到 一點都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真的是設計的非常的棒 而且又可以讓你載很多東西 好的最後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使用起來的心得感受 就是它的體積哪裏呢 剛剛好 可以讓你攜帶非常多的東西 水平雨傘 然後一些雜物外套 然後或者是整個書包 然後非常大的包裹喔 它可以穩穩的把它收拌在裡面 那同時它也附了這個彈性板 它也可以固定 不用怕它會掉出來 那再來就是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所以不會對你的車子的平衡啊 或載狀有任何的影響 然後強度也非常高 採用鋁合精緻的 那整個塗裝呢也跟你的車身非常的符合 感覺也是蠻耐刮的啦 這個Podcore這個塗裝 那整體的外型設計呢 左高右低 方便我們從一側放東西 另外一側擋住 東西又不會掉出來 加上表明是採用一些不規則人線的設計 非常有質感 最重要是有這個MOLI系統 讓我們可以更加靈活的去配置 我們的收納空間 那整個這個籃子我覺得設計的真的是非常的棒 微的缺點就是價格有點高 光這個籃子就要7000多新台幣了 還有一些關稅 買起來就不便宜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Super 73 的副廠配件 這個賠債務的車籃 那它是由ERB Labs 所推出的 Urban Baskets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 他們的官網自己去了解 那之後我也會持續分享更多 我的一些配件 或者是我感興趣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持續關注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是尼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